欢迎这段回到中国大探索 很多人称山东叫做蜀麦之香 因为山东人习惯以面点当主食 其中光面疙瘩不仅可以变换出十多种的口味 连造型也是各式各样 今天随着外景主持人失忆的脚步 我们要带您到青岛这一家疙瘩汤的专卖店 我们要探索的是何以进的这家店 光一天疙瘩汤可以热卖上百碗的好吃关键 听到这边有一家超人气疙瘩汤店 听说许多大明星都来这边 今天我要来这边拜师学艺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把疙瘩汤的好手艺带回台湾 Go 吕老板吗 你好你好久仰久仰你好 我是从台湾来的记者啦 我想请问一下 今天可不可以在你店里当一日店员 跟你拜师学艺一下 拜托拜托 我会认真学习的 不会给你随便玩的 拜托拜托拜托 好的那行的行 教学员带你换一下衣裳好不好 好 我们中国大探索采访了这么多内地的美食 眼看着这里服务业越来越发达 当然也要学学门道 可别小看这位卖面疙瘩的吕老板 人家可是在北京念过EMBA的青年企业家 山东面点本来就发达 吕老板的店开业13年就能成为一方之霸 真有两把刷子 光是口味就独创海鲜蔬菜番茄等食物中口味 连面疙瘩都能做出鱼心米粒花片的各种形状 老板我准备好了 这样还可以吗 你都准备好了吗 对 很棒 这样我们这边都不叫你的名字 我们有工作代号 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叫三炮 三炮 原来这里的服务员每个人都有个代表个性的专属代号 叫起来特别亲切 二炮 来来给你介绍一个徒弟 来给你学个大汤 他的这个工作代号叫三炮 好不好 好 学长好 你好 今天麻烦了 不用不麻烦 进了厨房基本功 当然是从和面开始 这个面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这个和面的时候吧 把水里面用温水和面 用温水和 和里面加放点盐 要饧面要饧多久 你揉以后放在饭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操作了 原来用温水和面可以让面疙瘩柔中殆尽 要做出可爱的小鱼形状 得借助筷子来分割面团 不过 为什么我的还是粘了啊 你让筷子拿在前面 后面动 前面不动 前面按住这个面以后吧 后面这样手刃一动 轻轻一动它就下去 怎么还这样 原来不是面团出问题 是我有问题 还是粘住耶 天啊越粘越 越粘越 越粘越 越粘越不成型 学长怎么会这样 这样吧 第一次打都是哪样 这个一般 光学这个的一般 你不学 要学着我 像我要学生就学一个星星 这件事情就是一件 看起来很容易 但做起来却很难的事情 因为你光是筷子下去的那个力道啊 或是准度 准头 它那个头要对哪边 就是一个学问 如果说像我像第一次出体验 就会弄得满手都是这个疙瘩 长条形面疙瘩 仿佛悠油的小白鱼 配上黄花鱼浆捏成的丸子 就成了一碗鲜味十足的疙瘩汤 它这个疙瘩汤是咸的 但是挺香的又不腻 就是更有海鲜的那种香味吧 面疙瘩颜色还可以千变万化 绿色是菠菜口味 黄色是南瓜 做成了片状加入海鲜 成了台湾人熟悉的模样 口味特别清爽 实际上有时候会做成片状的 它像有的那个疙瘩是绿色的 可能里面是菠菜汁嘛 有的是那个金黄色的 可能是那个小米的 小米疙瘩 特别 又很营养 特别健康 山泡 山泡 来一下 老板 老板 怎么了 怎么了 今天中华吧 要学吧 你就学到权后 好不好 中华服务员也确实 你干一下服务员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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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来换一下医生 走 走 走 所以学了鱼形面歌大奏 现在要服务员上升 好 鱼老板这北大EMBA果然不是白念的 他除了懂得创新产品口味 做出市场区隔 管理上更强调要贴近顾客需求 我听说在这边当店员 没有三两三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每天都还要开分享研讨会 我现在要进去听一下 大家好 我今天来旁听 你看我也有准备笔记本 这是韩哥 韩哥呢是一个工程师 这个严主呢 他每次来都喜欢吃黄鱼 我的黄鱼 就是那鱼缸里的那个 所以他们每天都把客人的喜好 不只是一个服务员知道 会让大家都知道 那下次这个客人来呢 不管说服务员有没有休假 都可以知道这个客人的喜好 对 他以前 请做笔记 记住客人喜好是基本功夫 接待客人还得用心关怀 吕老板将他的人性化管理学 发扬光大 也难怪光在青岛 就能拓展四间分店 坐在户外冷的话 可以加个披肩 给您加个披肩 还还这么贴心 咱们这个服务就是这样 下锅 下锅 老板 我只要船背痛 终于结束了 好累喔 好 把东西泡起来吧 好的 现在 可以给你开工资了 开工资 OK OK 领薪水的时候 OK OK 谢谢老板 终于拿到我的一日工资了 70块钱人民币 这个钱真的赚得好不容易喔 老板 我在厨房里面学鱼形面疙瘩 他说至少要学两个礼拜 然后在外面也要好用心 他们都要记得客人的名字啊 喜好啊 然后你们的服务很贴心 还要帮客人什么 盖这个微批间啊 对 很不容易 血汗钱 谢谢老板给我这个经验 而且你盖得很棒 谢谢 很棒很棒 那你打几分 很投入 应该打9.9块吧 9.9分 真的好辛苦 才能赚到一天的工资 将近300元台币 看来我还是适合做记者 或是当客人 直接大担老板的私房美食吧 这道招牌的旅家嫩豆腐 白嫩细致 豆腐可是大有来头 我们这个豆腐是选择 用牢山水做的 因为矿物质比较多 做出来因为豆腐比较嫩 经过山泉水灌顶的豆腐 放上肉末 虾仁 最后淋上主厨的蜜质酱汁 吃起来咸香爽口 好爽口的一道菜啊 对对对 它那个豆腐很嫩 又不会觉得完全没有味道 因为它那个酱 就吸到那个豆腐里面 觉得很爽口又很滑嫩的感觉 吃到最后还能吃到豆腐的 这个酱汁 这个酱汁的豆腐香味 对对 将儿时妈妈做的私房菜 变成店里佳肴 还有这道大妈翻饼卷两样 以面相识做的烙饼 卷入青岛独有的黄建鱼 和猪里肌肉口感香脆 有很多东西呢 都是小时候妈妈就做的 但是这是当时的这个原料呢 什么的话呢 都是和现在不一样嘛 但是就说当我做到这些菜的时候呢 有可能吃到这些菜的时候呢 也能回想去当年的那个感觉呢 妈妈的感觉 想品尝道地青岛味 得点上这道枝渣炖白菜粉条 所谓枝渣就是用猪五花肉 榨出油脂后剩下的肉 是早期经济贫困时 物尽其用的食物 配上以味甜脆嫩出名的 山东焦州白菜和红薯粉条 它的菜主要是以家常性的杏着 它不是说那种很高档啊 放很多的调料 它比较清淡 而且比较家常 老百姓都喜欢上这来吃 一碗格达汤 几道简单家常菜 让我恍然大悟 原来不论在哪里 最能掌握消费者心和胃的 还是最基础的妈妈胃 和像朋友般的贴心服务 这就是现代化餐饮业 经营的成功之道啊